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上禮拜主要講的是盧梭的 Second Discourse 就是它所謂的第二論素養 也就是人類的不平等的起源 那這篇文章其實非常值得大家反覆的看 我覺得它大概是西洋哲學史上最好的一篇文章 那它講的人為什麼是它自己的maker 對不對 人所有的一切 它的理性 它的家庭 它的愛情 它的語言 它的財產權 它對正義的概念 它的各種社會制度 社會習俗 然後甚至它對它自己的一個看法 想法 都是它自己是自己的一個maker 在最原初原初的自然狀態 人可以完全沒有這些東西 而且過得非常愉快這樣 可是基於各種非常偶然的因素 人就是慢慢發展出來這些東西 然後自己創造出這些東西之後 讓自己活在這些東西裡面這樣 那這樣一種人是自己的maker的這個想法 對後世有非常非常大的影響這樣 因為在盧梭之前 大多數的哲學家都在研究人 到底本質是什麼樣子的動物 到底自然法告訴我們 人本質上該追求什麼樣子的慾望 都在問人的本質是什麼 可是如果說它的這個第二論述告訴我們說 沒有 你大多數以為人的本質這些東西 都只是人自己塑造出來的 人是自己的maker這樣 沒有所謂的這個非常明確的一個本質在那裡 如果有的話那就是很簡單的一些東西 這些東西它是不是就是人應該追求的東西 而且要把它放在其他一些東西的上面 那也不一定 對不對 他會說人在沒有任何的社會人為制度開始之前 人大概會有一個想要自保的一個本能 那人看到別人痛苦會感到共同的痛苦 所以會有一些同情心 這大概是人最簡單的一些本能這樣 可是這些本能的重要性 它的道德意義 它的優先性有多高 其實沒有 治安法沒有告訴我們這樣 那是人自己演變到後來 自己去成為自己的maker 告訴他自己說 那到底同情心的價值有多高 自我保存的價值有多高這樣 什麼時候我們可以放棄自我保存這件事情 這都是人後來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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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自己的這個maker之後發展出來的這樣 那這樣子的一個對人性的這樣一種觀念的突破 後來影響到康德非常深這樣 大家知道康德他是一個這個 他雖然寫了所謂的三大批判 然後第三個批判 其實是關於美學判斷力的批判 可是康德這個人他不太喜歡音樂這樣 他也不太看繪畫這樣 他感受到美 可能通常都是從這個大自然中獲得的 可是他家裡沒有任何的繪畫 唯一有一張畫是如說的肖像這樣 然後盧梭跟他其實是同一個世代的人 康德大概是1726年出生 盧梭大概是171幾年 他們只差了10歲而已這樣 可是盧梭是康德最大的一個偶像這樣 那盧梭有時候其實都引用到康德很深 那我們等一下還會再提到這些事情一樣 那羅剎那個時候 他是在一個啟蒙 大家知道啟蒙時代是整個18世紀 大概是整個18世紀一樣 那18世紀之後 市長就進入了一個這個 19世紀就是工藝的時代 民主革命的時代這樣 對不對 那18世紀之前有宗教戰爭 然後有這個洛克他們談自然法這樣 那18世紀是非常非常特別的一個啟蒙的這個時代 在那個時代的這個大多數的哲學家知識分子 都認為人的理性是無可抵擋的 人的理性不斷在進步 所以我們的道德藝術科學也不斷在進步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的這個君王 有很多非常這個卓越的智慧的君王這樣 卓越的這個像哲學家一樣的君王 然後這些哲學家他們就覺得說 這些君王事實上 帶給我們這個歐洲社會很大的這個進步這樣 所以他們對於這些非常啟蒙的這些君王的這些統治 他們並沒有太多的批判 他們覺得說我們事實上只要有一個好的憲法 一個或多或少不錯的一個代議體制 截至他們其實政治就已經很OK了這樣 可是對於盧梭來講 他的逐漸的開始對這個歐洲社會的這個批評 就讓他跟整個啟蒙的時代是決裂的這樣 那啟蒙世代那些人覺得盧梭非常奇怪 你怎麼會去推崇這個斯巴達或是羅馬的這樣一種社會這樣 這些社會對他們那個時候看起來這麼的反動 你看斯巴達有很多奴隸啊 而且斯巴達其實是貴族制不是民族制啊 那羅馬有很多奴隸啊 那羅馬真正這個權力好像也掌握在元老院手上 也是貴族制啊 那為什麼你會去推崇這種好像這個非常不進步反動的一個社會這樣 可是對於盧梭來講 真正的非常這個讓我們會覺得景仰的這個 這個道德的真誠 道德的這個 integrity decency honesty 這些非常非常美好的作為人的一個特質 事實上是體現在這個羅馬的公民的身上 還有這個斯巴達公民的身上 其實他們的公民可能只有一小撮人 而且其實是貴族 然後其他人事實上多半是當作努力在對待這樣 可是這群公民身上至少體現了某種 他覺得現在已經失去了一種 無私的以public good為核心的一種這個公民精神這樣 那對他來講 事實上他看到的這個 這些啟蒙的這些哲學家們 他們活在的這些號稱大都會的城市 巴黎 倫敦 他覺得問題都很大這樣 他們覺得這群人們啊 這些啟蒙哲學家他覺得很多人這樣糟糕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說他們這些啟蒙哲學家通常在推崇這個普世主義 他要勸告我們說要去愛這個所有人類 不應該這個局限在一個地方區域主義的一個小地方裡面 所以我們不只要去這個擁有一個好的共和國 我們還要這個去泛愛這個全世界的人類這樣 所以魯述就會說這些看起來非常進步的這些啟蒙哲學家 這些普世主義者 普世主義我們現在就用cosmopolitan這個字 那cosmopolitan這個就是來自於這個 古西亞的這個斯多克學派這樣 他大概的一個核心理念就是說 我的第一身份是世界的公民 第一身份這樣 那我對我自己的這個 小國家的這個忠誠 是在我的第一身份之下這樣 所以我第一個忠誠的對象是全世界的人這樣 那魯述會說這樣有一種想法啊 看起來像是我們的理性對我們的某種這個要求 或是對我們的某種這個 需要我們走向的方向 可是啊這些啟蒙哲學家對他來講 他勸告人們去愛全世界的人類的結果 就是他們事實上在找藉口 不去愛自己的國家這樣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就覺得他大概都會把這個 犯愛人類這種普世主義的精神 放在這個愛國主義之上 愛國主義會不會認為是一個比較偏俠的 你怎麼可能在這些國家很不愛全人類呢 聽起來就是一個很偏俠的反動的這個想法這樣 可是魯述反而會認為說沒有沒有 你們這些普世主義精神的這些直覺家們 你們推動了這種愛全人類的精神 真的你們真的有去做到嘛 事實上我們事實上都沒有去做到這樣 那你們後來只是在找藉口 不去投入你們的愛國心在你們的公民同胞身上這樣 所以魯述他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 你很難說他是左還是右對不對 我們當然會去評論說這個人是屬於左派還是右派這樣 魯述他認為說所有的 現在社會的最大的問題的根源是經濟制度 是我們開始發展某種分工體制 讓人與人之間相互依賴到某一種 某一種非常不適合的程度 然後導致大家的這個 活在他的眼光裡面那種自愛心 就是你的armu proper 被無限制的這個執掌和釋放 以至於現在社會的所有人 他們都會不斷的想要攫取更多的權力 更多的財富 然後他們覺得全財富的目的 並不是為了自我的享受 而是為了想要站在別人之上揚 所以財富永無止盡的追求 並不是要去滿足你自己而已 而是要去凸顯在別人之上揚 他覺得這個是現代社會的普遍的 每一個人的這個欲望 那這個欲望的一個 體現的一個特質就是 每一個現代人 他們都有一種奴隸的一種 奴隸的一種個性 那什麼叫奴隸的個性 奴隸的個性就是說 你會去慘媚你的主人 當你看到權力 你有更多權力的人 你有更多權力地位財富的人 你就會不由自主的想要去慘媚他 那種不由自主的這種個性 那你慘媚他的根本目的 事實上你是為了利用去巴結他 去屬於他之後 你可以分享他的權力 來去支配更多的人 所以奴隸的個性的人 他就是想要更多權力的人 那因為他想要更多的權力 所以他永遠為了去巴結一個 比他更有權力的人 來去利用他的權力 來去支配更多人 他覺得現代社會的人 幾乎都是這種個性的人 那你如果是這種個性的人的話 你再怎麼組織不同的政治體制 比較正當的 比較不正當的 最後呢 結果會是 很多的政治體制 大家都覺得不滿意 很多的紛爭 因為大家都在對手權力和財富 對不對 像現在的這個 我們看到這個西方社會的民主社會 這樣 大家看到民主沒有辦法 跟我們帶來什麼樣子 各種各樣的好處 其實民主就是各種這個 精英的候選人 就是才富汗權力的這個禁足而已這樣 所以人民會開始不耐煩 那最後大家就是選一個這個 乾脆選一個專制君王出來 就我們不要這些民主的這些程序這樣 所以他認為現代社會的一個 普遍的一個趨向 最後大家會想要去歸異於一個專制的統治者 所以他認為專制其實是 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最後的一個階段 大家原本是覺得說我們 我們成立一個政治社群 是我們這個想要去這個保護 每一個人的財產 每一個人的生命安全 那我們也希望政治社群出來的這個 政治官員是能夠被我們控制的 原本大家是期待這種非常好的一個 這個期待 那這是富人提出來的一個契約這樣 可是這些大家想要去這個選出 用民選的方式選出政治官員 想要去控制他們的這些想法 最後都還是會被現在社會的這種 根本的像奴隸般的這種個性 所顛覆這樣 你想要去解決的問題 最後還是回來不斷的糾纏你這樣 你想要去解決的問題就是 人這種像奴隸般的個性 不斷追求權力 導致這個富人與窮人的這種可怕的戰爭 然後大家幾乎是變成是嗜邪的 想要去奴役對方 你本來想要解決這個問題對不對 可是你最後還是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這樣 那結果大家還是會趨向 那我們就選一個專制的這個軍王就好 那幫我們解決一切的問題就好了這樣 所以他認為這個現在社會 他看到了法國英國或是德國 雖然看起來好像有一些這個所謂的啟蒙君主 有一些看起來不錯的這個國會體制 可是他覺得最終這個最後還是會是一個戰爭 或是這個暴政或是專制軍王 不斷的這個出現的一個社會這樣 那你看他的這個分析啊 他的分析非常複雜 就是他的分析 如果是在現代社會的病態的根源的話 是現代社會的經濟體制 他認為經濟體制的這種互相依賴性 這種這個財產權的某種 沒有辦法正當地劃分的這樣一種虛項 導致了這個 而且這種互相依賴是大到這個很很強烈這樣 每一個人都要互相依賴其他人這樣 某一種現代經濟體制造成的一個現象 然後這個導致了這個所有我們看到的這些問題這樣 所以他認為關鍵問題是在經濟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他其實會是認為是一個左派對不對 關鍵問題是在經濟這樣 可是他關鍵的又不只是經濟分配的不平等而已 很多左派就停留關切在這個經濟的這個分配的正義上面 不是 他更深入的關係 但其實你就失去了你的自由 那我們看到一切暴政的根源 一切政治上的問題的根源 都來自於這裡 所以他看到了呈現出來的問題的一個真相 一個是你失去你的自由 一個是政治上我們永遠會陷入這個專制和暴政的這個循環這樣 你失去你的自由這件事情 他講的自由顯然就跟這個洛克和霍克斯他們講的自由不一樣 對不對 霍克斯他們講的自由比較像是我們畫過那張圖 就是你不希望別人來任意的來去干涉你 所以他們想各種管道各種方法來去想 什麼叫做不被你干涉對不對 可是對盧梭來講啊 他如果要去說人在自然狀態 就是在富人籤第一個契約給你之前 人們享受的那種自由啊 相對上是美好的 先不要到大戰那個時候 可能最美好的時候可能是這個 部落生活的時候 那在部落生活的時候 你想有那個自由是什麼樣的自由 為什麼盧梭認為那個是一個比較相對好的自由 那個是你比較能夠be yourself的一種自由 反而到了現代社會之後 你已經變成無法是be yourself 永遠是活在他人心裡面 永遠分裂成幾個自我 當你考慮到別人的時候 你總是在想自己 當你想到自己的時候 你總是在想別人這樣 永遠沒有辦法成為你自己這樣 那為什麼他能夠去想像說 我們過去在自然狀態 就是我們上禮拜講的那些階段裡面 這些還沒有進入這個富人窮人 富人體格契約之前的這些自然狀態 為什麼他們是一個相對美好的自由狀態 那個自由到底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你會跟我們現代人失去了自由 為什麼現代人即使最有權力的人 最富裕的人都覺得他們是沒有自由的 他們自由都沒有自然狀態那些人的自由來得好 那你講的自由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們就會這樣問如說對不對 那我們大概可以去推敲 他大概是在說一種東西 是說 這個 我們上禮拜畫的這個自然狀態 這個演變的階段 但我發現我們世俗去找出其中的這個邏輯的理路 他邏輯理就是說 amor proper這樣子的一種欲望 你活在他人的心裡面 你想要獲得別人的讚賞 甚至你想要站在所有人之上這樣一種欲望 他在人類社會的這個 人類的自然狀態的發展階段當中 他不斷不斷的被刺激擴大被刺激擴大 他被刺激擴大 基本原因是因為 我們越來越發展出一些社會體制 社會依賴的方式 讓我們彼此依賴對方 比如說家庭的出現對不對 然後這個部落的那個民族的出現 然後部落的出現 愛的出現 讓我們開始去依賴對方 因為愛的出現讓我們如此深刻去依賴我們愛的那個人 以至於導致了我們所有的這個最美麗的情感 最美麗的這個最甜美的這個快樂 甚至我們最糟糕的嫉妒 或是最殘忍的這個復仇都同時出現這樣 這其實是一種依賴的形式造成 因為愛這種依賴的這種社會 所以我們開始發現我們必須要去依賴我們愛的人 這樣一種社會制度 它刺激了我們armor proper的這個更再度的這個擴大這樣 所以人類的這個發展看起來像是 人不斷的出現新的社會依賴形式 然後我們的armor proper不斷的擴大 然後它到了一個階段之後 盧洲會說其實你就已經失去了你的自由了 對不對 那到底在那個階段之前 能不能想到的自由是什麼 那大概就是一種 你看我們只能用一個非常籠統的方向去講 大概是說我們確實沒有辦法避免去依賴彼此 因為我們最終還是發展出愛的 我們最終還是發展出某種部落生活的這樣 我們也回不去了 可是呢大家的互相依賴的程度 被控制在一定的程度 所以我們armor proper的這個刺激 也控制在一定的程度這樣 我也希望獲得別人的稱讚 所以我努力的練好歌喉對不對 現在很多父母親都在練歌這樣 對盧洲來說是一種最快樂的一個 一種armor proper 很簡單很單純 我就是用我自己的能力 想辦法把歌喉練好 然後獲得大家的這個喜歡和掌聲 他覺得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這樣的armor proper沒有什麼太大的這個壞處這樣 而且他甚至是人最快樂黃金時候的這個 部落生活裡面的最核心的一部分這樣 他會認為這樣擁有的自由 其實就是一個還蠻美好的自由啊 雖然你有armor proper 雖然你相對上 more or less 會想要獲得別人的掌聲 他沒有擴大到讓你完全失去了你自己 你看這種籠統的 我只能用籠統說的這種狀態 他會說這種狀態是相對上人是自由的 人還沒有被非常強烈的 armor proper的慾望所驅使 讓你不斷地要成為其他人的主人 不斷地追求金錢和財富 你還沒有那個drive 還沒有去世 你讓你失去了你自己這樣 你那相對上還是屬於你自己 他認為自然狀態是相對上是OK的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人 你因為你不會一直想要去支配其他人 所以你也不會一直想要去被其他人支配 所以他認為說 副弱那些原住民們好了 他們事實上是最自由最健康最強壯的 只有他們看到有權力的人的時候 才不會去追著去巴結他們 現代人只要看到有權力的人出現 立刻就會跪在他底下對不對 郭台銘出現每個人都敬畏的不得了這樣 然後歐巴馬出現他們都敬畏的不得了這樣 這是很自然的對權力的這個屈服 可是他覺得原住民不會 副弱不會 他們對權力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 那不是他們快樂的根源 他們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快樂的根源 是他們的部落生活裡面這樣 你看這個自由是什麼自由 你要怎麼去形容這是一種自由狀態 我們好像不能夠說他們不被外在干涉 他們自由好像不是這種自由 他們自由到底是什麼 大家可以自己去想 大家可以是這樣子 他認為說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 因為他對現代社會有這麼深的一個批判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幫助現代社會的這些人們 能夠去重新回復他原本的這個自由 回復原本的自由就是說 我們要回到好像過去那種部落生活 或是其他自然狀態那種自由的生活裡面這樣 我們要怎麼樣在現代社會裡面的人們 能夠還是彷彿擁有過去那種自由 他認為如果能夠做到這樣子的話 那大概我們就可以more or less 解決很多我們現代文明的這個必定這樣 那他事實上就提出了不同種的這個解決方式 一種方法其實就是社會契約論這樣 所以大家知道社會契約論看起來很單純 你看你們在讀社會契約論的時候 你們讀起來好像就看到他在讀霍布斯蘭洛克一樣 對不對 就是這個 什麼能夠建立權力 只有同意能夠建立權力 OK 好 那為什麼要先契約 是因為發生了一個大戰 所以大家為了要生命要自保 所以我們大家決定先進契約 這故事看起來很單純 好像跟洛克羅伯斯完全一模一樣對不對 可是沒有 他的社會契約其實非常非常複雜這樣 那最根本我們可以把他社會契約 把他放在他的這個第二論述裡面 到底你為什麼會認為你的社會契約 可以解決富人提出來的契約 帶來的所有的問題 他到底有什麼辦法去解決我們當代人的這些困擾 讓我們不會再進入這個各種的暴政和各種的戰爭 和這種對權力的這個崇拜的這樣一個 一個社會的情境底下 你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有辦法解決問題 羅作才能去講說 他的社會契約可以去避免所有 過去modern society發現的這個 發生的各種這個問題對不對 你看他的五十三頁 不知道有沒有才在手上講 五十三頁 就是你看他五十三頁的第三百六十四段 他就這樣說 我們今天這個社會契約之後 我們希望能夠去建立一種情境 這種情境可以讓我們彼此之間的這個互動 civil engagement 可以去 不會再進入一種荒謬的 暴政的 然後容易變成 容易變成是一種最惡劣的一種被濫用的一種情況的一種 一種情境裡面這樣 所以他是要去避免他在第二論述 他在第二論述 他在第二論述講的那樣子的一種 反覆的這個輪迴的一種狀況這樣 那他要怎麼做到 我們要去理解這樣一個他最根本的 他沒有講得非常清楚的 可是在第二論述裡面看得出來 那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的這個動機 我們才就能夠了解他 到底為什麼要講社會契約論這樣 那為什麼人民主權對他來說這麼的重要 為什麼人民要做主權者這樣 因為你看喔 如果你只是要一個general law 普遍的一個法律的話 那明治的啟蒙的君主他非常的有智慧 他可以直接定義一個對每個人都公平的法律 這樣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你為什麼要人民主做主權者 你知道康德是這樣子 康德他從盧梭學到就是說 我們事實上真正需要就是一個普遍的一個法律 真正普遍的一個法律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事實上君王制不會跟我們有太大的衝突 對康德來講 我們不需要人民主權這樣 可是對康德來說不行 我們一定要人民主權 他認為人民主權才能夠根本的解決 他要解決那個現代社會的這個問題這樣 那我想會這樣想喔 我們可以來一步一步推論 那第一個就是說 那對他來講 如果我們要回顧他這個人類為什麼 開始這個阿摩巴布會不斷的擴大這個根源 他認為說 我們之所以阿摩巴布不斷的被刺激無限大 導致我們有各種黑暗的慾望出現 他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我們 我們依賴於他人的意志 而且我們對他人的意志的依賴是 他人的意志是可能是致意的 我們掌握不到他人的意志是什麼 那我們又不斷要去吸引他人來跟我合作 我才能夠去完成我想做的事情 那因為對他人的意志的這種不穩定的依賴 才導致你的阿摩巴布不斷的擴張 不斷的擴張 這樣 所以這個依賴不只是說 因為你看喔 如果對洛克來講 他這個批判是說 我們去依賴於一個這個 上面的這個君王的這個 致意的意志對不對 所以他就是暴政這樣 可是對著說來講 我們依賴於他人的意志 不只是依賴於上面君王的意志 就連你是一個主人 你是一個婦人 都依賴你的這個奴仆的意志 所以你要不斷的去manage 讓你的奴仆不斷的自願地 能夠去對你效忠 不斷的能夠自願地去幫忙你 所以你就要有無數的欺騙人 這個手段這樣 所以你一定要去依賴其他人的這種 自意的意志來去 自意arbitrary的意志 來去完成你的這個 想去做的事情的話 你的阿摩巴布就會不斷的 去擴張到非常非常大這樣 那有一個很簡單的解決方法 就是說 就是說如果我們能夠找到一個法律 這個法律呢 它並不是任何任意的意志所建立起來的 它不是任何的特殊的意志所建立起來的 它就是對每一個人來說 它就是一個真正的公平的普遍的法律 如果我們能夠找到這樣子的法律的話 事實上我們的阿摩巴布就會被克制的非常的好 那過去我們在自然狀態裡面的時候 我們相對上遵循的是這種大自然的法則 大自然法則其實可能就是這個 像動物一樣的那些法則這樣 大自然法則對我們來說有這個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天人我們會穿衣服 餓我們會吃東西 某種動物會去遵循的大自然法則 在自然狀態是比較明顯的 那我們只要去遵循這些自然法則 事實上我們阿摩巴布是不會被刺激擴張的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找到相對上一個 看起來比較穩定的持久的 對每個人都公平的一個法則律法 來去服從的話 大家阿摩巴布就不會被刺激增生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去找到這個東西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服從於一個普遍的 對每個人都公平的 不被任何的特殊遺制所支配的法律的話 那我們這個社會就相對上是一個 不會阿摩巴布增生的一個社會這樣 可是問題是在於 這樣子的一個普遍的一個律法 然後第一目標是 要找到一個普遍的法律 他可以去取代我們必須要去 依賴於其他人的 arbitrary的will 其實這樣想法其實是相對上沒有那麼困難 你可以想想看你跟任何人在一起 你跟你父母親在一起 你跟一群同學們在一起想要去完成一個報告 如果你們沒有一個大家普遍接受的法律的話 你就會發現那個合作很困難對不對 大家彼此的意志都多變 而且你很難掌握 你要怎麼讓大家能夠去互相合作 你就要想各種手段 各種方法這樣 可是如果你有一個普遍的法律 讓每個人都遵守的話 那相對上就會簡單很多 我們大家就全部遵循這個普遍的法律就好 我們就不需要去依賴別人的arbitrary will 對不對 所以我們如果能夠在現代社會裡面找到這個東西 讓每個人都遵循它的話 我們就會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社會 而且這樣的一個社會 大家享有的自由 事實上就會比較像是 我們在自然狀態享有的這個自由這樣 好 那這個捐弱弱啊 他最好是能夠讓每一個人啊 可以變成是一個能夠獨立生活的一個人 好 我們特別講的是這個你的social life 你看如果我們 我們在進行這個經濟社會合作的一個 這個市民社會的活動的時候 如果我們總是要依賴很多其他人的話對不對 你的公司你的老闆 你的這個誰誰誰誰誰的話 那我們這個不斷的要去依賴於他人的這個arbitrary will的情況 不會被改變 所以這個general law它最好 能夠讓每一個人 都能夠依賴於這個general law之後 然後能夠變成independent 然後能夠變成獨立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依賴於一個普遍的一個法律 因此導致我其實因此不需要依賴於你的話 依賴於我身邊的其他的公民同胞的話 我就變成是一個 比就不需要依賴於他人意志的人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但要找到一個普遍的法律 而且這個法律最好讓每一個人的社會生活能夠獨立 所以極端的時候盧作會講說 要怎麼讓每個人的社會生活能夠獨立 那其實是農業社會是比較好 所以他事實上有一些文章是在反對商業社會 因為我覺得商業社會大家一定會互相依賴彼此的很嚴重這樣 可是如果每一個人都擁有一塊地 然後很簡單的去種自己的地 然後商業活動非常少的話 每個人就非常獨立的生活 你就不需要依賴其他人 那你只要依賴這個法律 你就是一個獨立的人 這樣大家就會是一個相對上 比較不會被刺激增長的一個情況 不過這是一個太激進的一個提議 就是他事實上認為商業社會是對人之間有很大的威脅 所以大家就提名就好 那我們目標是要說 那我們如果在商業社會裡面 我們要如何找到一個法律 能夠讓每個人變成independent 對不對 那像之前瑞士進行一個公投是說 每個人不管你有沒有工作 都發給你一個基本上的這個生活上的津貼 你看這其實就是一種這樣的一種形式 你不需要依賴他的人 你經常就是可以獨立生活的 然後這個時候你反而你想要做任何的事情 反而是比較自由的 你可以自由去探索你真正想要做的工作 而不是因為被生活本身 你就必須要去依賴於某一個這個老闆 某一個公司這樣 這是一種形式 不然他可能也會被批評 所以他只是一個舉例而已 所以我們如果能夠找到這樣子的法律的話 我們大概就能夠比較能夠去解決現在社會的這個 大家不斷追求權利導致這個政治 統治不穩定的這個問題 那進一步 那我們去問說 我們想要找一個法律是每個人都公平的 每個人都普遍的 沒有任何的特殊意識在控制他 他讓每個人都independent 那到底這個法律的內容是什麼 到底這個法律的內容是什麼 如果說他不認為這個我們可以像洛克一樣找到一個自然法 你看如果我們每個人像心理追求都能夠辨認出那個自然法的話 一切問題就解決了 其實我們就完全不需要魯梭設計的所有人民主權的這個理論這樣 大家都知道自然法是什麼 那很簡單而且大家都可以辨認得出來 那我們只要監督立法者把這個自然法定出來 我們就找到這個Jual Law了 可是我說不認為我們找得到 他認為說我們在自然的狀態裡面已經看到了 最後之所以大戰會發生 就是因為各種對於財富權利的主張 大家沒有共識 有人主張先贊者先贏原者 有些人主張我的勞力就是我財富的這個根本的原原者 有些人主張需求才是最重要 有些人主張強者就是擁有權利 大家權利沒有辦法獲得一個理性上的這個解決 所以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自然法 他告訴我們說 我們該怎麼去分配什麼是你的和我的 沒有 我們是往心裡面找不到 那這樣問題就變得非常非常大了 對不對 我們沒有辦法從內心中 從理性中這些家的討論 課長上的討論 就想說什麼叫做是一個真正對每個人都好的法律 沒有這樣一個東西可以找得到 那怎麼辦 那困難是在這裡這樣 就是沒有任何人可以找得到這樣 就是我們往內心中找不到 找不到這個自然法是什麼這樣 好 那所以他第一個就是 我們的reason本身沒有辦法去discover 一個natural law可以當作我們是普遍法律的這個根源 也就是說其實你看 比如說很多社運的衝突對不對 你侵犯到我的財產 然後你政府藉由公共利益的理由想要侵犯我的財產 然後等等等等等等這樣 剝奪我的土地 然後我跟政府吵對不對 等我們在吵的時候 我們真的能夠找到一個像自然法一樣的這個 每個人往心裡面都會知道那個標準 然後去決定說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的嗎 其實就是沒有就是找不到這樣 那你說公共利益什麼是公共利益 那你就反覆的去理性什麼就說公共利益 然後大家還是會覺得有很大的問題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到底怎麼樣子的一種法律 才有可能是真正general 讓每個人覺得對他來說是不偏私的 不對任何人偏私的 而且不被任何的這個特殊的利益團體所控制的 那理性沒有辦法發現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去找出對每一個人來說 都是一個普遍的一個法律 那當然第二個我們會想做的事情就是 好 那我們就讓所有的聲音都能夠出來 對不對 如果我們能夠讓所有人的聲音都能夠被聽到的話 那我們再去思考 那我們就用public deliberation 去思考什麼樣子的法律能夠公平的考慮每一個人 那才是我們找出什麼叫做普遍法律的一個比較適當的方法 如果我們不知道每一個人voice的時候啊 我們適當不知道這個對你來說是不是真正處理general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自然法的判準 告訴我們什麼是處理general 我們只能夠去知道每一個人的狀況 每一個人的痛苦 每一個人的困難 然後我們再經過一個公共的一個討論 我們才能夠比較知道什麼是一個general的一個law對不對 我們至少要聽到每一個人這個聲音 然後經過一個公共的聲音的這個過程 可是呢 這會有一個問題 那今天啊 如果有一些非常聰明有智慧的人 他聽到了大家所有的voices之後啊 那他就決定了一個法律 他說這個對你們來說都是普遍的 因為我們現在在這個階段我們只知道 我們需要聽到所有人對於 對於他的處境的這個困難的這個聲音 所以我們才會知道什麼樣子的法律 對每一個人都是general law的 好 但如果有一個很 如果有人是很有智慧的啊 他能夠去收集所有的聲音 像他會去聽喔 潛聽民意這樣 然後收集所有各種各樣的困難這樣 而且讓所有的民意都能夠暢通的說出來 那如果有一個有智慧 他能夠去可類所有的民意的話啊 那我們為什麼不讓他去決定就好 對不對 那如果有一個啟蒙的君王 他非常有智慧 然後他就是要去定一個general law 然後他也知道他沒有辦法 從內心中知道自然法的依據是什麼 所以他就去傾聽所有他的子民的聲音 然後他說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什麼對你們來說處理general 那我就制定出來了 那我們為什麼不把我們 我們制定general law的這個權利 交給有智慧的一群人就好了呢 理想上這樣我們就能夠去找到general law了 不是的嗎 對不對 那盧梭說不行 不行的一個其中主要原因是認為 他認為說啊 每一個人的will一定是特殊的 所以每一個人一定比較在意他自己特殊的利益 不管任何有智慧的人都一樣 大家都去偏好自己私人的利益 沒有人能夠真正去超越他自己私人的利益 他對他自己的這個牽絆這樣 每一個人都只有particular will 所以其實這些很有智慧的人啊 他們都還是partial 他們都還是比較偏私偏下的 我們很難去信任有人真正是一個無私的公正的人 能夠幫我們去捐定一個general will general law是什麼這樣 好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信任這樣子的一個人 這樣的一群人 好 那這時候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然後我們這群公民們 好 就是我們這群這個平等自由的一群人們 我們想要經過公共討論 去找出general law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能夠真正去找出 那general law到底是什麼 你可能會說那就一人一票啊 大家就是討論之後投票 但是沒有 投票之後就是多數贏對不對 可是多數贏的結果是多數人的利益 壓制了少數人的利益 他也不是truly general law的law啊 我們是要真正找出一個law 是對所有人 所有個人 而不是只對多數人來說的利益 是比較好的這個law 而是真正對所有 所有人來說都是truly general law 他不是依賴於所有人 他不是依賴於多數的人而已 所以如果讓一群voicers 他們討論之後 讓他們自己多數覺去決定的話 我們還是找不到general law 對不對 那到底怎麼樣才能夠找到真正的general law呢 我認為盧刷智商 他的困難是在這裡 然後社會協議也在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那你可能會說 好 那如果呢 我們這群人大家在討論 就有各種聲音出來之後 我們都聽到了 然後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如果我們這個討論啊 如果能夠是每個人都能夠同意的話 我們這個結論 如果大家都能夠同意的話 那感覺上就是 就是一個general law了 對不對 比如說大家可能要討論去做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每一個人都同意的話 那些東西應該相對上 就是比較接近general law了 感覺上是這樣對不對 不是會說 沒有 這種太困難了 在政治生活裡面 我們確實要仰賴很多多數據 在大多數的決定 我們都沒有辦法仰賴 每一個人都同意這件事情 對不對 可是我們只要仰賴多數據 我們就會造成是多數的利益 而不是少數的利益 在決定什麼是general law的內容 那要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他就說 好 那也許有一個辦法是這樣 就是 那我們大家就這樣子好了 我們大家先決定 我們大家要簽一個first contract 這個first contract是我們政治社群建立之初 每個人都會同意建立的 所以他是真正的free and equal的contract 真正建立在真正的genuine的concern之上 而且他必須要每個人都同意 unanimous 每個人都同意這樣 如果我們有一個第一契約 這個第一契約能夠決定一些我們政治社群 接下來要怎麼樣去做的一些基本的 政治和法律的這個條款 還有我們基本上為了什麼目的而諸合 如果我們能夠找到出第一契約和他的內容的話 然後如果這個契約是每個人 都是真正能夠完全自由平等的同意的話 你看大多數的同意都不是真正自由與平等的同意 對不對 你去找一份工作 然後你找到老闆叫你簽一份約 你怎麼可能不簽對不對 就是大多數的權力都是在一個不平等的狀態之下簽的 尤其是洛克講的 洛克講的很多透過金錢人來簽約 那個對盧瑟來講都不是真正平等自由的約 真正平等自由的約 我不能夠是在一個不平等的情勢之下簽 我也不能夠是被強迫簽 你看對霍布斯來講 一個很有力量的主權者出現 然後你就必須要服從於他 他其實強迫你簽 事實上你簽也是自願簽 對霍布斯來講 因為你是為了自保而簽 那沒有什麼強迫可以 因為你就是想要自保這樣 那霍布斯來說不可能 真正的 我們要能夠建立一個真正的權力 我們要能夠建立所謂真正的權力 讓某一個政治體制擁有真正的權力 所謂的right它同時是權力 也是對與錯的對 對錯的對對不對 對錯來就是相對就是run 真正我們能夠讓一個政治體制 或讓一個統治的群人 能夠真正有真正的權力來去統治你 有真正的權力能夠去決定 你財產權的這個範圍 這樣子一種權力啊 只能夠建立在我真正完全自由 真正的同意之上 它不能夠有任何折扣 它不能夠是在一個不對等情況之下 它不需要是我真正完整自由和平等的這個同意 我才有可能建立一個right 所以對如說來講真正的right啊 你如果真正建立起來啊 你會有一個義務 他同時建立一種義務 你會覺得你有義務去服從他 你有duty 你有義務去服從他 你有政治義務去服從他 那才叫做right 如果這個統治者 他讓你服從他的原因只是因為利益 只是因為你怕他 只是因為他有力量的話 那你就不會真正覺得你有義務服從他 right他一定是來 他一定是相伴著你有義務去服從的義務在裡面 所以對他來說 金錢成立的right 金錢教育成立的right 或者強者還有武力要求你建立的right 都不是真正的right 因為你都不會有真正有那個很強烈的道德義務感 去覺得你有義務要服從他 只有真正在完整的 自由平等真正的同意之下 而且大家是真正的這個 這個完全同意之下 產生的這個同意 才會真正產生right 我才會真正覺得我有這個義務去服從他 所以我們要去建立的一個第一個約啊 他會是我們所有政治社群 以後從現在到以後 他是最自由的一個約 他必須要是最自由最平等的一個約 如果我們能夠找到這個約的話 我們就可以讓這個約的內容來去決定 我們以後所有的政治事物要怎麼決定 那這個時候我們通常會採取多數訣 那我們才會覺得多數訣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我們有一個第一契約 再去約束後來的多數訣的話 那這個多數訣一定就是多數吃掉少數 我們就不會覺得我們的法律 是來自於一個真正均用柔的一個法律 是一個真正均用柔的法律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們能夠有一個第一契約 這個契約是大家真正在平等自由下同意的 然後我們會認為這樣的一個內容 成為我們這個政治社會的基本的合作的一個基本條款的話 然後讓這些基本條款能夠去約束我們後來的這些多數訣的這個決定的話 我們就會相對上比較覺得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制定出來的法律 比較接近general law的法律的一個情境底下這樣 所以我們才要去討論第一個約 所以為什麼first country這麼重要 因為後來的我們所有的多數訣 它都不會有真正的general的那個東西出現 因為它通常都是多數吃掉少數 所以我們要找到的是一個第一個約的一個基本條款 去約束我們後來的這個多數訣 我們才能夠讓我們後來的多數訣 能夠相對上比較接近一個general的一個狀況這樣 好 那我們還是回到原點 那到底什麼樣子的一個約 它是真正能夠free and equal 而且它是真正能夠讓每一個人覺得說 這個約它決定的律法 是真正能對每一個人都general law的 什麼樣子有可能做到這一點 你看我們沒有辦法內心找到自然法 我們也不相信有智慧的人 那我們就是一群人在草來草去對不對 大家在草率什麼樣子的法律 最能夠對每一個人都真正普遍 然後不是被任何的特殊意志所控制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透過一個第一個契約 然後我們就先去決定一個第一契約是什麼好了 那這個第一個契約是大家真正能夠自由與平等同意的 那什麼樣子的約能夠做到這一點 然後這個自由與平等同意之後 會讓大家覺得說 你在一個真正非常平等的情境之下 簽這個約 而且這個約之後 你也是處在一個真正平等自由的情境之下這樣 如果我們能夠找到這樣子的約的話 我們的問題大致上就解決了 因為我們就讓這個約來去決定 我們以後要怎麼樣去設計我們的政治體制這樣 那魯壽他有用一個說法是這樣講 他認為說當代社會一個最重要的政治問題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難免都需要國家 那國家他的一個基本的一個定義就是 他其實有能力去徵召所有你的力量 包括金錢 然後你的這個徵兵等等 然後去保護你對抗這個外敵 也保護你們之間內部不要互相侵犯對方 可是我們總是會擔心國家 政府擁有的力量太大 所以我們希望前臨一個約 這個約呢其實就是盧梭講的這個約 他能夠在我們簽約的時候和簽約之後 讓我們覺得我們仍然是服從我自己 而且我仍然像以前一樣的自由 如果我們能夠找到這樣子的約的話 我們就會覺得我們這個約是真正在一個平等 自由的情境之下簽約的 所以我們就加上一個條件 你要覺得這個約你簽了之後 你是你仍然服從於你自己 而且你仍然像過去那樣子的自由 那這樣子的約會讓你覺得你是真正在一個自由和平等情境之下簽的 所以那如果是這樣 那到底什麼樣子的約能夠讓我們覺得 我們是應該真正自由和平等情境之下簽的約 大家可以考慮看看 那假設我們現在在一個黃島上 這黃島上呢 有一個有錢人 有一個非常強壯的人 有一個非常有天賦的人 然後有一個人他可能有武器 比如說槍 然後有三個貧窮的人 貧窮的人通常是比較多 可能有五個好了 大家天分不同 然後大家不知道 因為各種原因大家財富不同 對不對 大家強壯不同 有些人有武器 你要怎麼樣去讓大家 這群人 能夠去簽一個約 然後這個約呢 他能夠 按照這個約產生的那些律法 是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都是真正是普遍的公平的 他不是被任何一個力量所 任何一個特殊的一支所控制 你怎麼有可能去找到這個約 那大家就會開始吵對不對 而且有錢人就開始用錢去收買人 那個有權利的人就會 那個有力量就開始用他的武力去 去收小弱弱這樣對不對 那聰明的人就開始用各種技巧 讓他騙大家說怎麼樣的約比較好這樣 大家就開始吵來吵去 你要什麼情況下讓這些人啊 真正回到一個自由與平等的狀態 簽這個約 而且簽了之後呢 他們還是覺得他們處在一個自由平等的狀態 他們會覺得他們仍然是服從他們自己 而且他們會覺得他們享有的自由 仍然是像我們之前講的 像那種自然狀態一樣的自由 這樣子的一種 仍然是你自己的一種自由這樣 你要怎麼簽才能夠簽出這第一個約 大家其實已經知道盧梭的答案對不對 你看如果大家各自擁有 他自己的天賦金錢權利的話 這個約是很難簽訂的 他說事實上我們要簽的這個約很簡單 他一個字都不能更改 他對每一個真正的社會來說 都是普遍一樣的 如果要組成一個真正的社會 真正社會就是說我的法律是不對任何人偏施的 他是一個真正的公平的法律所組成的一個社會 大家一定會簽同一個約 這個約是有錢人把他所有的財產 有力量的人把他所有的力量 有天分的人把他所有的天分 有武器的人把他所有的武器 貧窮人他可能就是他的手腳他的生命這樣 把你所有擁有的東西 你的整個person 你的life 你的power 你的權利 全部都交出來 現在全部都交出來 然後把它放在一個公共的一個pool底下 全部都交出來 比如說有錢人 你現在要先想像你沒有錢 你的錢已經先被國家收走了 有力量的人也是 有天賦的人也是 大家有各種不同的天賦啊對不對 有些人就是比較會數學 有些人比較會科學 有些人比較會藝術 大家有不同的藝術天分等等 大家不同的talent 你會讓他在這個社會裡面賺到不同程度的錢 想不同的社會地位對不對 所以大家會很珍惜自己的這些能力 他說不行 你先把你的能力都全部交出來 你要使用你的能力 讓你的能力對這個社會是有意義的 之前呢 你要先交給國家 先交給一個公共的一個pool 那還有辦法把你的武器也全部交出來 他說啊 當大家發現啊 你要把所有東西都交出來之後啊 而且呢 要怎麼 而且交出來之後 要怎麼使用它 而且你交出來是給你整個國家 你不是給任何人喔 你是給the whole community 雖然是一個public的一個 一個 你把你把你所有的力量 所有的東西都交給所有的人 那交給所有的人之後 誰能夠去 去分配這些力量金錢權利的這個分佈 誰能夠決定要 要讓我們這個社會制度比較偏向於哪一個 哪一種人的這個狀況 你必須要有一個 真正的一個public好了 其實就是general 你必須要有一個真正的普遍的意志來去決定 這些東西要怎麼使用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如果大家簽的約是這樣子的話 第一七月任務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看第一七月任務很簡單 你把你所有的東西 有錢人的財產 強壯人的這個 他的力量 任何的天賦先交給公共使用 也就是說你其實是一個這個非常這個 善於這個 不知道 善於做木工的人 你要把你這個善於做木工的人力 先交給國家 你不能夠任意使用 有錢人把錢人先交給國家 你不能夠任意使用 那最後我讓你這個 做一個木工的這個技術 做有錢人這個財產 能夠重新分配給你 必須要由大家公共意志來做決定 那大家小心 他並不是在講一個共產主義制度 他不是在講出 他不是在講說 所有的東西就是屬於公共所有這樣 不是 他在講的是說 只有在 應該他講的意思是說 在簽約的時候 會有一個moment 這個moment呢 是大家彼此認知到 我們所有的能力 權力 力量 志願 都是交給公共使用 他都是屬於公共所用 可是呢 這個公共的意志啊 他最後啊 仍然會去把私有財產權 這樣一個制度 重新制定下來 大家知道那個過程嗎 你先交出去之後啊 對不對 然後大家就開始去討論決定 那到底我們這個時候 要怎麼樣去制定我們的主要社會制度 政治社會制度比較好 所以你仍然可能回來制定一個財產權的制度 你仍然可能回來建立 某一種經濟體系 對不對 比如說你可能 你就說好 那我把財 我把這個有錢人的財富的百分之八十 或者說有錢人 他原本主張他財富的某些主張 你經過公共討論 你覺得他是對的 比如說他事實上就有舉例 他認為這個先戰權 如果配上他是努力勞動得到的 再加上配上他努力勞動得到的東西 他自己 就是僅能夠維持他自己的生存 而不是這個他可以任意的這個 不斷的擴張的話 那原則上有錢人他主張的財富 我們可以視為他的私有財產權 去用全收益力量去保護他 所以當我們這個公共討論之後 所以他本質上是一個public deliberation 然後想找出一個公共的意志 去重新決定這些東西是歸屬於誰 那我們當然還是會把talent還給你對不對 可是我們會覺得說 我talent還給你的一個前提條件是 有錢人要覺得公平 我把財富還給你的前提是 有錢人 不是是貧窮人要覺得公平這樣 就全部都收歸公有之後 我們再重新去制定一個私有的制度 讓每一個人確實能夠 有正當性的擁有他的財富 擁有他的力量 擁有他的這個天賦 你要有這樣一個過程 你如果有這樣一個過程的話 每一個人就會覺得 他是相對上是被平等對待的 然後他會說 有錢人可能會覺得他被剝奪 因為有錢人可能經過這個過程之後 他的財富只被罰一半 對不對 另外一半可能就被徵稅 拿去做很多公共用途 因為這樣貧窮人才會覺得 他沒有被不公平的對待 他會覺得 因為他原本覺得有錢人 這些財產可能都是越奪來的 可是經過我們公共討論 我們決定還他一半 那經過我們公共討論 我們覺得 某些財產應該要大量的刺激去鼓勵 某些財產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不用大量的鼓勵 對 那我們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那些財產不會被大量鼓勵的人 我們可能還是要補償他 才對他是公平的 對不對 我們會重新考慮到 怎麼樣子的一個分配 對每一個人是公平的之後 然後再把每一個人私有的東西還給他 這時候他私有的東西 比如說有錢人拿回他一半的財產 他會覺得他有獲得 因為這一半的財產 因此變成是所有 整個政治社會所有的人都會去幫他去保護他 原本他的私有財產是沒有政治社群保護的 所以可能很容易被盜賊搶走 會覺得很不安全 可是你如果經歷這個過程之後 雖然我們只還給你一半 可是所有政治社群的人都會回來去保護你的財產 所以你才是有獲得的 可是另外一個財產 會被我們這個公共討論的討論之後 去公平的去 讓每一個人覺得在這個體制之下是公平的 所以關鍵是有一個僵一個過程 有一個moment 這個moment他並不是一個確實時間上發生的moment 而是說我們所有人在這個政治社群裡面 你非常的聰明幹戀 你非常會賺錢 對不對 那你可能會覺得你聰明幹戀 你賺的錢都屬於你的 盧梭會說沒有沒有沒有 他們在第一個moment的意義上他不屬於你 他是屬於整個社會的 那我們會考慮所有這些力量權力金錢資源 整體之後 我們再把它還給你 然後讓你的聰明幹戀 讓你的財富 某一部分是屬於你的 其他部分呢我們就當做公共使用 然後讓每一個人都覺得他因此是被公平對待的 那為什麼他要這樣子想 他地主的集中理由 他說你看啊 如果每一個人都把他所有的力量全付資源和金錢交付出去的話 每一個人都變成平等 對不對 有錢人他不會有更多的錢去影響法律制定的過程 有權利的也都沒有 每一個人都處在 忽然瞬間處在一個非常平等的狀態 那這個平等的狀態會導致沒有任何人會想要在立法過程當中的時候 去加諸不適當的負擔在其他人身上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啊 當你一瞬間啊 覺得說你所有的力量資源權利都是屬於所有人的時候 你被剝奪 你有一瞬間 那些東西都是屬於所有人的時候啊 對盧書來講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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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身體一樣的一種 共同體 你會覺得說 任何人被傷害 就是我們整個政治社群被傷害 這個政治社群被傷害就是任何人被傷害 因為你看很簡單啊 你看 如果我的財富 他在第一個moment意義上是屬於所有人的財富的話 那任何人侵犯到我的財富 其實就侵犯到所有人的財富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這個政治社群的共同的財富 它最終是對每一個人要平等去使用的話 那你傷害到政治社群的財富 那你就傷害到每一個人的財富 所以在第一個moment 如果你把所有的東西都交給公有的話 如果就會說 你這個時候大家就會瞬間結成一個非常強的一個身體 共同體 那所謂的共同體有一個體這個概念對不對 像身體一般的共同體 它其實就是共同體的意思 大家變得像一個身體一般的共同體 每一個人都會變成這個共同體裡面 不可被分割的一部分 因為我所有的東西都被你收去了 我就變得非常的依賴你 有錢人沒有辦法靠金錢保護他自己 有力量的沒有辦法靠力量保護他自己 因為我們建立了一個公共的力量 他能夠把所有的力量收回去之後 再分配給所有人 所以大家都變得非常的脆弱無助 大家都變得非常依賴於這個整個政治共同體 對不對 我們進入一個非常平等的這個情境 這個情境是每一個人都變得是 要強烈的依賴政治共同體的一個情境 而且你會發現對政治共同體的一個公共的傷害 就是對我私人的傷害 對我私人的傷害 對我公共的這個傷害 任何人傷害到某一個人的talent 個人的這個talent 他其實就傷害到整個政治共同體的這個talent 因為他的talent 在某一個moment 是交給公共使用 會被公共使用支配 比如他是一個非常善於這個做 做樂曲的一個 他有非常非常高的天賦 那我們可能會 國家可能想說我們公共使用他的天賦 讓他的天賦能夠去照顧所有的這個人 所以我們可能就幫他建立的這個歌劇院等等等等這樣 雖然天賦某個意義上也是屬於我們公共的 所以任何人傷害他的天賦 就等於我們傷害到我們公共的這個財產這樣 所以這樣一個情況 他會讓你的interest 和你的這個duty 兩者啊 兩者啊 變成是都會促使你想要去幫助 幫助你的這個 幫助你的這個同胞 你會覺得幫助你的同胞就好像在幫助你自己一樣一樣 那你會覺得當你被課徵某個義務去 設斧這個政治社群的時候 他同時也是在對你是有利的一件事情這樣 那當你的這個duty和interest兩個是合而為一的時候啊 這個時候大家在制定法律的時候 制定法律的時候 我們再加一個機制 這是如說講 我們這個法律啊 要come from all apply to all 我們再加一個這個原則 他說啊 什麼是真正公平的法律 什麼是真正均募的法律 我們真的很難找得到這樣 可是如果我們能夠簽第一個契約啊 讓所有人的這個資源能力財富等等 先一瞬間可以讓國家去 完全按照公共一致來使用的時候 這個時候大家就會忽然瞬間結合為一 你會覺得公共利益就是你個人利益 你個人利益就是公共的利益這樣 而且你會 你當然會很擔心這個公共一致會被濫用 所以你也不會濫用這個公共一致去 讓別人變得是更 負擔更重 大家會有一種這個互相的一種心理是 這個我們必須要互相幫助 我們不要互相去這個讓別人變得更 負擔更大 而且我會覺得我想要獲得的權利 別人應該要有 這些讓大家瞬間變成平等 然後願意去公平的考慮別人 然後願意讓你的duty和你的interest 在某個意義上合而為一 那我們原本我們不斷地追求私人利益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duty很麻煩這樣 國家幹嘛跟我課稅 幹嘛跟我課什麼 可是如果國家課了所有的這些東西 他主要目的都是為了要去 對每一個人是公平的話 你就會覺得國家對你課的那個義務 事實上回過頭來對你來說也是有益的 所以你的duty和你會變成合而為一這樣 它都會讓你想要去幫助你的同胞 想要去幫助這個共和國這樣 然後再加上一個就是說 如果我們大家在以後決定法律的時候 這個法律必須要come from all apply to all 意思是說 如說會說 一群人在決定法律的時候 我們這群人在決定法律的時候 如果我們能夠按照這個原則去決定法律的話 那我們這群人大家一起決定的這個法律 如果這個法律又能夠去應用在所有人的身上 這個時候大家就會比較能夠去摸索出什麼是公平 什麼是真正的general 可是如果你這群人 想要對一個不在這個政治社群裡面的人做某件事情 比如說一個外國外來的國家 或者是一個被審判的一個罪犯 當然你這個政治社群的人 你們做的事情如果不是apply to all 而是apply to某一個個別的外來的人 某一個個別的政治社群裡面 比如說一個罪犯的時候 這個是不會有general的情況出現的 因為我們往內心找不到什麼是自然法 所以我們不太知道對一個陌生人外來的人 什麼是一個公平的處理方式 我們唯一能夠知道什麼叫公平處理的方式 就是透過這樣一個程序 讓每一個人把所有東西交出去之後 然後大家覺得它是屬於body-public的一部分 所以public和private的這個差別 你對public的傷害就是對我private的這個傷害 這兩者的傷害變成是這個循環的 以至於你的interest and duty兩者合而為一 當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 而且當這個法律是來自所有人 而且應用到所有人身上的時候 所有這些過程會讓大家在制定法律的時候 因此是能夠相對上是比較公正的 比較general的 我們這時候才會知道什麼是一個general的law 什麼是一個比較公正的law 要不然我們不會知道這樣 你看一個外勞來到台灣 那到底什麼樣子的薪水對他來說是公平的 但是對不對 什麼樣子的代表來 camer都是公平的 我們可能會想說你要去match基本的人權 你要去match國內的這個其他的勞工 可是如次會說沒有 如果他是一個外來者的話 我們時間找不到什麼方法對他是公平的 我們只能對我們自己的同胞 因為經濟過這些過程 資本家要把所有的錢交給政府先 然後貧窮的人就是要把所有的這個勞務交給政府先 然后大家成为一个像共同体一样的存在之后 每一个都是共同体不合区隔的一部分 大家都变得非常的脆弱 因此我的duty and interests alike 也因此穷人富人所有的人 在制定法律的时候 大家会有一种相对公正的一种 一种倾向 去制定一个对大家比较公平的一个法律 公平只有在这过程中才能够产生 他没有办法从理性中就知道公平的法则是什么 他是在一个政治的过程当中 而且是签了这样一个约之后 然后感受到我们属于这样的共同体之后 我们才有可能大家在public deliberation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一个public deliberation的过程 去能够去相对上比较能够制定出 对每一个人比较公正的法律 只要有任何一个人 他没有办法加入法律的制定过程 那他就是被掉落在这个范围之外 我们就不可能对他是公正的 因为我们对他是公正的一个基本原因 是因为这整套过程 大家把所有的东西都交出来 他也交出来 然后每一个人都一起制定这个法律 每一个人的声音都被听到 而且每一个人意见等等权力都一样 大家全部都交出来之后 大家进入一种完全赤裸的平等的情境 那这时候制定法律的过程 当然也是一个完全赤裸平等的一个情境 有钱人不会有更多的影响力 然后大家就靠着这个公共理性去讨论 什么样这个法律 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比较公正的 有些人会说我这么努力花那么多钱 你怎么可能把它全部都拿走 你知道百分之五十啊等等等等 大家不断这个讨论过程中 我们有一个稍微公正的一个结果 是每一个人都会相对上是 能够理解和统一的 然后这个时候才会是一个真正普遍公正的法律 才会浮现出来这样子 所以真正的一个公正的法律 它一定要是come from all apply to all 为什么 因为大家在制定这个法律过程当中啊 大家要知道每一个人 还是有他私人利益在吹动他自己 我还是在追求我私人利益 有些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 强壮地追求他自己的私人利益 对不对 虽然在公共讨论的时候我要说 我留下百分之五十的财富 事实上对大家都是好的 大家一定会这样讲 对不对 有天分人会说 让我的天分充分发展对大家都是好的 所以你应该让我上台大电机系台大一课 虽然他那么少一群以利才能够念 可是你让我去念 对大家都是好的 你要去说服大家这件事情 他对我好对大家也是好的 大家在公共审议过程中 你还是在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 可是你的私人利益某个意义上 因为大家的所有的能力都被丢给国家 在某一个moment的时候 因为大家结合一个真正的问题 所以大家在讲自己的私人利益的时候 有一句话就讲说 你会发现当你为自己好的时候 你也不得不为其他人好 它是会出现一种非常微妙的一种 你追求智力和大家追求功力产生一种微妙的平衡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大家后来讨论出来的这个结果 这个法律 它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公正的 这个很微妙 大家可以好好自己再想一想 如果有些人的东西没有全部交付出来 我们当代讲的这个天赋人权 或者是这个人权 我们通常会说 人有某些东西绝对不可能被剥夺 财产权 生命权 身体权 身体自由 政府绝对不能侵犯 我们通常会这样讲 那这样讲不就违背如说讲的吗 我们当代认为基本权力是有某些东西 政府绝对不能够侵犯 所以可能很有天赋人会说 我怎么使用天赋 你觉得政府绝对不能够拿去用 我的财产权努力得来 你也不能够拿去用 然后等等等等 我的身体自由 你也不能够拿去用 我们当代的这个基本权力的概念 好像有这样一个概念 我好像发出一个界限是甚甚的 政府绝对不能够拿来用 卢索会说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我们是制定不出真正公平普遍的法律的 因为一个政治社群 之所以能够运作 我们一定要相对上要去公共的使用 每一个人的有钱人赚的财富 对不对 然后你的天赋 你的力量 我们不可能不去 或多或少的去使用它 你再怎么样去讲 财产权的绝对性 这我们还是会 或多少给你征税 对不对 你真的怎么承认你人生 自由的神圣性 我也告诉你 某些事情不能做 某些来物我需要你去做 这样 我们政府不可能不去做这件 要求大家配合为了公共使用 而去付出那些事情 那如果我一看就给你绝对权利 我们就吵不完了 你会说这个财产就是我的 你怎么样都不能够拿去公共使用 就吵不完了 人生自由范围就是这样 你政府怎么样都不能够限制 那就吵不完了 那我们就会回到自然状态 我们就不会有公共平等 真正的均落出现 而且真的很有钱的人 如果我的财产是被天赋权力保护的话 我绝对不会想要把我的财产 多分给真的社群太多 然后我在跟这些穷人交易的时候 我绝对只为了我的势力 再跟你去谈判 然后这个穷人也一定是没有办法 真正去或者对来说 真正平等自由的同意 所以你如果一开始就给每一个人 完全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的话 大家是不会处在一个 真正平等自由的前景底下 去感觉到那个余儿是真正公平的 能够真正让大家觉得 我们真正处在自由平等前景底下 如说说就是这个契约内容 大家要把所有东西交出来 然后怎么使用它呢 由公共理性去决定 这公共理性的声音呢 它就是一个我们大家集体的意志 集体的声音 那大家这样去做决定的时候 很微妙的是 你一旦去接受这样一个程序 每一个人在这个里面 有钱人 有权利的人 有天分的人 他都会开始觉得说 这个国家有可能剥夺我所有的财产 剥夺我所有的天分 剥夺我所有的自由 把他拿去做公共使用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遭受这样的一个对待 你会觉得你极度的脆弱 那你会觉得你极度的依赖这个国家 这个公共的这个共同体 对不对 而且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这个权利去决定 这个法律要怎么样去做决定的时候 这个时候大家的 因垂散大家的duty 就会合而为一 你就会觉得说 哎呀我这样子追求我私人利益的时候 我也愿意把我某些力量拿去来去贡献于公共利益 我会觉得这两者是可以调和的 因为我们大家被紧密的结合成一个政治共同体 我所有的东西都现在先变成是国家的 他的东西也是国家的 每一个人东西都是国家的 都是公共的 所以我在制定什么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法律的时候 我最后还是会还给大家私有财产权 大家非常要小心 我并不是不要还给大家私有财产权 不是说很重视这个东西 最终你还是要还给每一个人他真正是属于他的 和什么是公共可以使用这个范围 这范围就还是要画出来 可是在画出来之前 他先是属于所有人的 那这个时候大家在画什么是属于私人的时候 大家就会比较公平比较公正 才会是一个真正对穷人 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真正的公平的画分方式 你看大家知道他背后的这个逻辑是这样 所以如说的东西看起来对后世来讲 你会遇到大多数你们的老师或是方代的政治科学家 都觉得卢梭是一个恐怖的独裁主义的支持者 因为他认为公共意志 好像可以去支配所有人的财产 支配所有人的力量和权利 这公共意志好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他 他来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才太可怕了 这不就是独裁吗 当代人会这样批评卢梭对不对 卢梭会说你搞错了 我并不是要讲独裁之心 我不是要讲说什么叫做公平 什么叫做真正自由与平等的同意 你看如果大家是这样一种情境的话 又被基本自由权利保护 基本权利保护上我们是不会找到真正自由与平等的情境的 那真正自由与平等的情境 大家先把这些东西交出来 那我们就进入一种平等的情境理念 而且这个平等情境理念是大家互相依赖到 好像一共同体一样 伤害到公共等于伤害到我自己 对不对 因为我所有东西都交出去 他也所有东西都交出去 那这些公共的东西事实上就是属于每一个人的 所以伤害到公共等于伤害到我自己 而且伤害到我自己就等于伤害到公共 那大家一旦有这种很强烈的身体感 共同体的感觉的时候 大家在去决定法律的时候 你虽然还是被你的私人欲望所驱使去决定法律 可是你或多或少会去考虑到公正性 考虑到你帮助政治设计就是帮助你自己 你帮助身边的也是帮助你自己 这个时候大家再去决定法律的时候 相对上是比较公正的 这意思是说 如果任何人在这共同理之外 我们就不可能对待它是公正的 因为它没有在这样的一个dynamic里面 所以如果说我会想说 好 那什么叫做主权者 主权者就是这个public will 就是我们经过公共讨论之后 所得出来的那个意志 我们就会说这是主权者的意志 那主权者是谁 主权者是我们所有的公民 主权者的意志就是我们所有的公民 在这个过程 讨论过程之后 我们试着去想出什么是对大家来说 真正general的一个law 那个就是主权者的意志 所以如说会说 主权者的意志就是law law就是主权者的意志 主权者的意志不能够说law以外的事情 所以主权者不能够任意地去没收 某一个公民的财产 不能 主权者一定要经过这些过程 公共审议之后 come from all apply to all 这是法律的一个基本的这个 当代法律的一个基本的这个特性 我们才会说这个是主权者的意志 其他之外都不是主权者的意志 所以在这个意义之下 主权者的意志不会出错 不会出错的意思是说 我们没有一个自然法来去对照 他对还是错 因为没有那个东西 不会出错的意思是说 我们只有经过这个过程 我们才有可能或多或少知道 什么是一个真正对大家来说普遍的法律 除了这个过程以外 我们无法判断他是对还是错 这样大家可以明白吗 我非常吃力的在讲 只有讲一件事情 为什么大家要把所有的东西交互出去 然后为什么这件事情 是让我们能够制定出一个普遍法律的关键 那中尼有很多这个 这个dynamic的其他因素 这些dynamic因素 大家可以直接去看文本他怎么去讲 那主要的轮廓就是这个样子 就大家全部交付出去之后 你就会觉得你和其他人在一种对等的情境之下 你们就会互相彼此给对方的权利是互相的 你给对方权利多少 你就会希望对方给你权利多少 然后你会觉得说 你被拿去多少的私人的东西之后 你会希望国家补偿你多少等等等等 一切都会变成是一个在相对上一个互惠的情境之下 所做的一个决定 那大家的法律因此就是一个相对上普遍的一个法律 那我再补充最后两个这个 那如果这个general will 你看我们会说它是will 为什么 我们以前会用common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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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去讲我们这个社会应该要追求的东西 common good 可是如果说为什么要用will 为什么要用will 他当然认为所谓的general will 大家就是在找某一个大家共同利益的东西来去立法 所以我们确实是在找common interest 没有错 general will一定是在找common interest common interest对每一个人都真正common interest 可是他还是用will这个字 为什么 因为他考虑的是整个过程 整个过程呢 我们其实不知道common interest是什么 也许国防是common interest 可是国防到底每应该出多少钱 出多少武力 女性应该被增兵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我们就不知道更细节 什么是一个真正common interest是什么 什么是一个真正公正的去处理国防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从理性中直接推论出什么是common interest 我们最后能够找出什么是common interest 还是要经过这个过程 可是这个过程呢 就是各种particular特殊的意志 和特殊的interest 在互相讨论辩论 然后觉得自己是真正共同体之后 你会觉得公共力和自己的利益 没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冲突之后 慢慢慢慢去找出一个 大家普遍接受的一个解决方式 那个我们就会说它是common interest 所以common interest是果而不是因 没有 应该说common interest是我们想要追求的东西 没有错 可是它真正具体的内容 我们没有办法事先知道 我们只有经过这些过程之后才能够知道 这些过程呢 我们如果不是说 如果我们要用一个概念去涵纳它 我们就说 我们要找出的是一个真正general will 因为在整个过程中 大家都有各种特殊意志在那边互相冲突挣扎 然后互相这个 互相考虑 那最后的一个结果 如果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同意的话 你们都同意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那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 是真正相对上是找到common interest的 所以will才是一个前提的核心 要找到一个general will 然后我们才一直就说 我们找到一个common interest 这样 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东西 不过我要再补充两个东西 一个是说 他认为 如果我们要找得出来的是general will will是不能够被代表的 也就是说你看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的will 对不对 那我们大家在一个这个 这个讨论过程当中 讨论过程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公民大会 好了 如果希望这个sovereign will 是一个公民大会 来去做的一个决策这样 公民大会决定什么是我们的sovereign will 也就是决定什么是一个general law 什么是一个truly general law 公民大会大家要互相讨论这样 为什么如果说是我们要公民大会 我们不能够有一个代议政府的一些这个 比如有智慧的这些立法者来帮我们决定去好 因为他说 我们要找的是general will general law 那种 will这种东西啊 每一个个人没有办法保证 他明年的will是什么 而且 我的will也不能够被你代理 我的will只有我自己才能够做决定 被你代理之后你就会说 你真正知道我领取是什么 我不知道 没有这种事 只有我的will才能够决定我自己的领取是什么 所以我的will是不能够被其他人去代表的 所以最终要怎么去决定一个law 是真正的mentally 是一个大家能够general接受的law 只有每一个人的particular will 加入讨论 而且被平等的产生影响力 你才有可能真正产生一个general will 任何其他的代议政府 想要去代表我的will都是有问题的 因为will是不能够被代表的 我明天的医治跟我今天的医治可能不一样 而且你今天的法律也不能够决定 我的医治是什么 医治这个东西就是我自己的 它不能够被代表 而且只有我们每一个人的特殊医治 讨论之后 产生出来的public degree 才是一个真正的普遍医治 所以只有这样子的一个产生方式 它才是一个general law的一个结果 所以才需要公民大会 每一个人的医治都必须要进来讨论 被考虑进去 任何的代议政府 它就不会再去呈现你的will了 它呈现的只是某种 它自认为你的interest 而不是你真正的will 可是那些代议是 它考虑了你的interest 是不是对大家的处理general 没有经过这个过程 我们不知道 这个过程能够运作 它不需要把每一个人的public degree will 都呈现出来 而且纳入考虑 而且有平等的影响力 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说法律 是come from all pride to all 我们才会觉得得出来的结果是处理general law 不然我们没有其他的方法 所以第一个 意志不能被代表 所以才变成说 真正产生general law 的这个过程 一定要有一个公民大会来决定 你不能由大义政府来决定 因为本质是will 本质是will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并没有一个自然法 去决定什么是common industry 什么是justice 所有的general 都来基于我们这些will的 互相的激荡 互相的讨论 然后某种身体共同体的形成 然后我们最后 大家共同做的一个决定 我们才会觉得它是general law 它运作的一个根本的动力 是哪一个particular will 在里面运作 所以你不能够忽略它们 它们才是产生 这个general will 最根本的这个 基本的这个 单元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公民大会 那有件事情一个很有趣 是说 那什么叫做 那大家公民大会讨论的嘛 对不对 那最终大家做了一个决定 我们刚才讲到那个first contract 只有first contract 是每一个人都要统一 而且每一个人都会统一 而且统一 大家都处在一个自由瓶颈的情境地下 可是之后啊 我们这个正是社群成立的嘛 对不对 那我们会有公民大会 决定每一次的 法律的内容是什么 如果我们想要修改法律的时候 那这个公民大会 大家事实上会有很多冲突 而且只有我们常常要使用多数诀 那多数诀之后 我们可能就会偏离一个law 是不是general的一个情况 因为多数诀可能就是少数 就是多数人在做决定而已 或者是甚至被少数的这个有钱人 做操弄这样 所以如索惠讲说 如果我们在公民大会做讨论的时候啊 我们要去区隔 什么是一个general will 什么是will of all 他说大家都把will of all 误认为是general will 这是错误的 什么叫will of all will of all就是说 大家都有各自私人 和特殊的意志 和偏好 对不对 和利益 你把这些加总起来 那你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law的话 那你就错了 那只是will of all will of all就是你只想要去加总 大家不同的这个倾向 因为加总的结果一定是多数人 胜过少数人 这就不是处离general 对不对 如果多数人喜欢那样 少数人喜欢这样 那大家就决定出来之后 加总之后 那当然是多数人赢啊 这样的law就不会是处离general的law 所以如果你只是把大家目前 因为我的各种利益和偏抗和意志 把他加总的话 你就无法得到真正general的will 所以公民投票这件事情啊 我们刚才在推的这个直接民主啊 如说我一定会讲说 你如果没有经过适当制度去 去处理的一个公民大会啊 如果你只是一个公民投票啊 你最后加总你的 只是多数人的这个利益啊 他只是will of all 他不是真正的general will 所以他不会有general will的地位 所以他不会把任意举办的公民投票 这个公民投票 视为是一个非常高的general will的表现 那怎么样才能够在公民大会讨论中 真正产生general will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 我应该有应给你 他说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每个人都要淫付 没有问题嘛 大家必须要知道我们在投什么票 我们在讨论什么议题这样 然后第二条件是说啊 他觉得啊 你看我们如果大家在讨论 什么样子一个决定 是真正general will 什么样一个公共政策 是真正最大的公民情的话 他会说啊 如果有一大群人啊 他们喜欢a 一小群人喜欢b啊 我告诉你 你是不会有general will的 你最后结果一定是a吃掉b 所以我们希望讨论的议题 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啊 我们希望我们组成的方式啊 我们希望我们甚至会折射的方式啊 不要鼓励 有一大群人会有a 有一小群人会有b 最好的一种群人会有的产生的前提是 每一个人啊都有小小的不同 对不对 我喜欢a 我喜欢b 我喜欢d 我喜欢e hz 每一个人喜欢的方向都有小小的不同 然后大家的数量又很大 large number small difference 这个时候啊 我们是最容易讨论出一个general will 是什么的 对不对 他讲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前提 你看他说 所以你看他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 他说 他其实不喜欢政党 因为他觉得政党之后就是一个利益党派的结合 那如果有一大群人组成一个很大的政党的话 那他们就是吃掉了所有的人 那最后我们投票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大政党决定的 那就绝对不会是一个处理general will 所以大家最好不要集党结派 最好不要结成政党 最好的一个情况是说呢 每一个人都有各自小小的不同的偏好 那最后我们的讨论 如果大家的偏好差异不大 但是差异非常多的话 所以我们的投票机 我觉得越倾向general will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吗 对不对 如果大家有各种各样 比如说我们大家要决定要去哪里玩好了 比如说这个毕业旅行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选择只有这个 比如说香港和琉球 那四分之三 有四分之一香港 你就没有general will 对不对 因为就是一定是 只有两个偏好 而且大多数人最吃掉小数的人这样 可是如果每个人的偏好 就是有人是欧洲 有人是西班牙 有人是不可能 就是大家如果偏好 是非常非常复杂非常多 而且每个偏好都小小的不一样的话 那最后大家统计出来的结果 不是统计 最后大家公共审议出来的结果 反而是最能够去接近general will 偏好差异越小 但是那个差异的数量越多 我们越有可能产生general will 那如果他讲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general will的产生 比如说我们有两个人 如果我们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要怎么样产生一个general will 他说政治的艺术就在这里 政治的艺术就是要政治家 去做这件事情 他要找出一个第三意见 是他们两个都不太赞成的 我们就找到他们两个之间的general will 有没有道理 你顺着任何一个人的will去做的话 你都不会找到真正的general will 所以如果找到第三个立场 是他们两个都不太赞成的话 你就找到一个general will 而且政治的艺术在这里 所以我们如果有一大群人 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 你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意见立场 是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不太同意的话 而且都要平等 大概是都平等的不同意的话 他大概就是大家 会去同意的一个意见 所以你要怎么去桥出一个意见来 还是让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是大家的common interest 大家general will 你事实上是要去找出一个意见来 是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反对的 是最好的 你就找到出你的common interest 和general will 这是公共审议的过程其中的一种方式 所以你要看 如说在考证general will的时候 他绝对不是说公民投票说多数觉得就是赢的 那个只是will of all 那个是假的 那个还是让private interest获胜的 因为就是多数人的private interest获胜 或是private will 你要找出真正初立general 要怎么找 他会说那有一些前提 如果大多数 如果我们意见只有a和b 那我们就会死得很长 我们就找不到了 因为一定是多数人主张a 那些人就吃掉少数的那些b这样 可是如果很多人都有不同的小意见 然后这群人人数非常大 我们就相对上比较容易找出general will 而且呢 如果我们能够在公共审议的过程当中 尽量去找出某一个意见来 是大家多数人都会去反 或多或少反对的一个意见 他其实就是大家会共同接受的那个意见 那我们就找到那个general will 所以大家在讨论 什么是一个真正普遍的法律的时候 大家要照他来讲什么 他讲的是social justice 到底什么是正义 我们要怎么找出什么是一个正义的解决方式 我们为什么会认为这个法律是真正正义公平的 我们如果没有一个职学家可以告诉我们 正义原则是什么 没有一个自然法可以遵循的话 我们就只有这些政治过程可以依赖 而这些政治过程 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只偏爱他自己 没有人是一个真正无视公正的人 我们要怎么让每一个都平安自己的这些个人 能够在这个公共过程当中 去真正能够找出对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真正普遍的一个律法 这个过程 还有他对于这个公民大会的一个思考 那样才会有一个真正general的lohan will出现 很复杂 可是你要这么复杂 你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 那为什么他花那么多力去去讲说 人民主权不能够被代表 那为什么人民主权他出来了一个决定 叫做general will 为什么他把它叫做general will 他到底怎么样 什么意义上 他会是真正处理general 那我们要设定什么样子的政治过程 政治上的结合 让我们这群人最有可能产生出 general的那个will和loan 他认为就是要有一个 大家把所有东西交出来 然后产生一个公共的意志 去决定要怎么使用这些东西 那大家知道什么就是主权嘛 主权就是最高 具有正当性的那个力量 那如果有一个东西最高一定是说 他代表可以把大家所有的力量 都拿来做公共的使用 他就做最高这样 所以就是主权的意义这样 所以他的主权实际上 跟霍普斯第一眼乍看一样可怕 你看洛克他其实没有讲主权 因为洛克不断在讲说 自然法会给政治权利自然的限制 所以不管你怎么样制定法律 你都要被自然法所节制 所以他不会去讲说 一个政府拥有主权 主权对洛克来说太可怕了 可是霍普斯会讲主权 因为他就是觉得安全这种东西 一定要让一个完全拥有所有 军王去做决定 所以他要讲主权 可是卢梭讲主权 是一件更微妙更奇妙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卢梭要去讲主权 主权不是很危险很可怕吗 你为什么要让一个意志 或是一个力量 能够去支配所有人的 所有人的资源和权利和金钱 为什么要有一个最高的东西在那里 对洛克为什么要去讲主权 就是主权这样一个思考 所有人的东西都能够归于大家公共所使用 只有这样一个时候 我们才能有可能让每一个人 回到一个真正平等的情境 而且是一个脆弱的 大家结合成共同体的一个情境 这个时候大家制定的法律 就会同时考虑到私利和公利 你的duty和你的instity就合而为一 那我们就可以相对上 比较能够制定出比较公正的这个法律 所以在这个公民大会里面的人 他们虽然为了自己的私人利和特殊利益 而去投票 可是大家会意识到 我帮助公共就是帮助我自己 所以大家在投票的时候 是相对上是比较能够去公正的去投票的 那是因为主权的这个设计 政治共同体拥有所有人的财富的这个设计 资源和权利的这个设计 那当然还有考虑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立法上的这个 public deliberation更密切的一个细节和前提 就怎么样才能够真正产生一个general law 并不是大家现在意志的加总 不是 意志的加总只是多数人获胜而已 真正处理general到底怎么样产生 你看如果说全部都考虑进去 这样他才会觉得说 我们真正能够在一个熟视的一个世界当中 我们没有那个理性去接触到自然法是什么的 我们只有非常频繁熟视的政治过程 我要经过什么样一个政治制度的设计 让我们这群非常偏爱自己的个人 每个人都偏爱自己的个人 比如说觉得这是自然正常 而且其实就是必然的 大家就是顾自己的自保 胜过政治社群的自保 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我们要让怎么样让每一个人通常以自己 顾虑自己为优先的这样一群人 能够在一个政策中心里面 真正能够去制定出一个真正普遍公平的法律 他就是说只有这样一个政策中心 我们就可以做到这样 这样大家能够了解 好 那我们就开放问题好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剩下就来讨论这个 请问 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 真的有办法会交出一切事情的话办得到吗 就是因为财产的话很高 想像什么叫做交出一切 但是这一切的包含范围是很广的 包括你这些材料 甚至你跟某个特定的人 产生的人情的联结 因而产生的权利关系等等 因为这非常多的很多的东西 对 你要完全的交出来来达到 真正的公平 是真的能够交出来的吗 就是我很想这样一个人 可以交出他的材质 或者是人情的联结什么的各种事情 首先你可以看 当然我们正常的一般的情况之下 因为主要的政治法律的社会制度已经决定了 所以我们不会觉得我们在交付出 我们所有的材质 因为我们材质相对上已经被私有权所保障住了 你可以想像两个情况 一个是当战争发生 对不对 比如说 我就会讲说 好 我们加一个设计 我们通常就会设计说 当战争发生的时候是例外状态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瞬间 动员所有的力量去保护这个国家 所以这个时候更凸显了 事实上所有人都应该是国家的 所以战争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你的材质也要被国家所使用 所有人都要被国家所使用 因为大家就是要保证生存这件事情 所以战争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 你要怎么去想像你的财富是被国家所使用 很简单 为什么我们有台大医科这样一个科系 而且只限定只有 比如说每届只有100多人可以念 这是国家补助的一个资源 而且国家设计了一整套的筛选方式 让只有某些人能够去念那个东西 而且念那个东西之后 他可以拥有的社会地位和财富 是比其他人高很多的 还有他职业的保障 国家事实上是某种意义上 设立了某种特权给这群人 对不对 所以国家事实上在 他的政治制度的设计上 他或多或少在鼓励 在去肯定 在正当化某些才能 是被国家特别去捋握他 能够有很多的这个奖赏 在这个意义上 他事实上是在公共的 在利用每一个人的talent 他有公共使用的这个权利 也就是说 你现在有一个非常强大的talent 比如说你非常善于 折纸飞机好的 对不对 可是国家并没有 给一个你很好的社会制度 让你折纸飞机 可以像你当医生一样的 这么的这个rewarding 国家怎么可以做 这么不公平的一个设计 你会这样去想 事实上你应该要这样去想 为什么我这么多的talent 只有那个talent 被国家所鼓励 我这个talent 却没有被国家所鼓励 当国家有能力 利用他的社会制度 去鼓励某些talent 比如某些talent 然后去压抑某些其他talent 或是故意忽略其他talent 他事实上就是在公共的使用 每个人的talent 好 好 你说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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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公共体之内 大家的依赖啊 是每一个人都依赖法律 而不需要依赖其他人 那每一个人都依赖法律 因为这个法律的本质 应该是普遍益智 所以每个人依赖的是一个真正普遍的益智 所以你也没有依赖某一个特殊的益智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只有这个益智是真正普遍的 如说讲的那个自由 就还是真正存在的 所以你没有依赖任何特殊的益智 你依赖只是一个普遍的益智 所以益智一定要真正普遍 我才能够拥有 如说想要让我们回复的那种 在自然中他一样的这个自由 我不特别因为依赖特殊的个人的意志 而让我去扭曲了我原本的自我 那在一个 这样一个思维器人设定之下 因为所有的法律 原则上都必须要基于 每一个人的这个特殊意志 的各种讨论和冲撞和结合之后 而产生的普遍意志 所以那意志如果是相对普遍的话 我依赖于他 我就没有依赖于任何其他人 所以这样有解决你的问题吗 我没办法接受 为什么啊 因为我会觉得 因为除非我的意志 能够跟普遍意志相有 或者是 可是我就没有办法这样 如说有讲到一个 非常可怕的一个千古文句 就是说 如果你的私人意志 和普遍意志是违背的 对啊 而且他说经常会出现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 非常的偏爱他自己的 政府 规定大家每一个人 戴安全帽 你一定会不会想戴 你看到没有警察 你绝对不想戴安全帽 他没有警察你就会去 闯红灯这样 大家的私人一直是 偏爱自己的方便的 那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法律 是真正公正 普遍意志的话 这个法律 强占在你的身上啊 为什么要是强迫你获得自由 为什么要是强迫你获得自由 如果那个法律 真正普遍的意志的话 那个法律 它某个意义上 也是属于你的意志 只是你现在已经是 跟整个公共社群结合成 一个共同的大我 所以是你跟别人结合成 一个共同的大我之后 产生的意志 在对你自己的 私人个人小偶的意志下令 所以在某个意义上 法律强迫你去接受 而违背你私人的小偶的意志 它是在强迫你获得自由 这是一种解释 另外一种解释是说 什么叫做自由 你不能够简单的看 法律是不是强迫 强制你它叫做自由或不自由 真正自由是卢梭所说的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 进入公民社会之后 能够像自然状态一样的自由 真正像自然状态一样的自由 是说 我不需要依赖他人 依赖到我的 强大到让我失去我自己 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普遍的意志 让每一个人只要遵守他 因此就不用去依赖于其他人的话 那我事实上是真正获得了 像自然状态一样的自由 所以我去遵守普遍意志 就是强迫我的私人意志 遵守他的时候 我事实上是在帮忙 整个政治社会所有的人 都回到那样子的一个状态 大家都依赖于普遍意志 而不需要去依赖于其他人 因为今天如果每个人 都按照自己的私人意志行动的话 比如说你的老板 他不按照牢基法去管理 那你就变得很依赖你的老板 对不对 那你事实上就失去了 那个不依赖他人的自由 可是如果我们有一个 一套很好的牢基法 那不管是老板和你 就是有这个牢基法的时候 你们都可以觉得 我不需要依赖我的老板 的任意的意志 我还是觉得 我可以independent的 活了一个自主的 社会经济生活的时候 那你们就没有那种 arbitrary互相依赖的状态 你就相对上获得了自由 所以我法律强迫你获得自由 第二个意义是强迫你 获得了以前在自然状态的那种 你不需要任意依赖 他的意志的那种自由 他这么强迫你获得 是当你去依赖的那个意志 是一个真正普遍意志的时候 因此你不需要依赖旁边生病人的时候 你就好像获得了过去的那种自然自由 为什么你皱眉头长 好像我讲的好像天书一样 因为他还是要依赖老基法 如果你从规范上来 他还是要依赖老基法 是 这样的一个老基法 如果要他去实现 我们还是要有些特定的制度上去实现 比如说 我今天被老板压迫 我跟他附和罚房去实现 他也没有这些年费 那我要去依赖这个老基法的时候 我还是会需要聚割 有时候我还是会需要 专业的法律去实施 然后还要去特定台北委员会 甚至在台北委员会的时候 可能我还是没有那个证据 证据老板的聚割 我会把引起 所以 正在规范上 我还是要依赖一个特定的价值 正在规范上 他距离实现到实现的时候 他还是会有一些特定的 实际上要去支持他 我才能去实现 那你的意思是说 这些特定的法律諮商 你当律师过程 他可能是不公正的吗 我还是没有办法去 如果照 你说你还是要依赖于那个律师 我还是要依赖于特定的一些人 或特定的一些人 如果你还是要过度依赖的话 卢硕会说 确实你就还是没有自由 所以好的法律 应该要让你在这过程当中 你不需要过度依赖于 那个律师之类的 所以当然他的前提是法律要制定的好 他那个法律必须要好到 你只要依赖他之后 你就不需要依赖其他人 那你讲的是说法律还没有制定的 好的状态 好像可以理解的 还是会有些 不是很多了解的 对 可是你如果没有法律的话 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支配 不是更没有办法处理吗 不是更没有办法处理吗 人与人之间会不断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合作 对不对 公司或者是社团等等等等 对不对 那这些小小小小的合作 你都为了要去完成某种小小小的目的 对不对 那这时候你就会依赖于你身边这些 各种各样的小小的社群 公司 社团 或是家庭家族 对不对 那你就会变得很依赖他们去完成你的 这些小目的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一套好的法律的话 这个法律可以保护你 在跟他们合作的时候 你不用过度依赖于他们 或者是说 对 我今天只是从一个 我今天只是从一个 对一个小公司的依赖 然后到对一个国家的依赖 是是是是是 说的没有错 有可能 有可能 这个国家如果没有被制定好 他会更可怕 如果被比如说 被少数有钱人去决定了法律的过程 你会陷入一种更悲惨的情境 因为你唯一想要依赖的法律 反而被有钱人所控制 就是这样的 对 可是如果假设 你在生活在一个如说设想的一个 相对上理想的政治社群的设计 公民大会的设计 立法过程的设计 里面的话 他似乎 我会说他似乎能够帮你去解决 我们要去解决那些问题 虽然他会被滥用 那滥用是一定会被滥用的 对 可是这似乎是一个 可以设想的一个理想 那你当然也可以讲说不可能 不可能有政治权利 可以被这样一个过程中解制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个人的这个生活中 想办法在个人生活中 不要被支配就好了 不要太去仰赖国家 你可能可以这样主张 很像主张的一个人 阿里文就会是说 如果设想这些过程 是不可能能够真正实践出来的 有可能 但是如果说如果我设想这些真实践出来的话 它是 几乎是唯一的一种政治设计 可以让你去脱离那种 对私人的那种过度的依赖 和被其他人所支配 或是产生想要支配别人的欲望 这样 这样大家能够理解吗 能够理解吧 好 那我们康德就把下次好 好